我们来看这道题 这个题目让我们比较覆盖技术 虚拟存储技术和交换技术 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那我们主要从这样的几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来看一下它们的相同点 这几种技术 它们都是可以把暂时用不到的数据 先放在外存 然后当这个数据用得到的时候 再把它从外存掉入内存 所以这三种技术都可以在不同程度 提高内存的利用率 那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角度是 这些技术 它们调入调出的数据力度 也就是数据的单位的问题 像覆盖技术 它每一次调入调出的数据的单位 是程序段 只有处在内存固定区的程序段 是需要常驻内存的 而覆盖区的程序段 才可以被调入调出 像虚拟存储技术的话 我们学习了夜市 断市和断夜市这三种 那夜市存储管理当中 调入调出的单位是以夜为单位 断市是以断为单位 而断夜市和夜市是一样的 它同样是以夜为单位 而交换技术 其实就是我们第二章学习的终极调度 系统会把暂时不能运行的一些阻塞的进程 先把它换到外存 然后当内存充足 或者说这些进程已经具备可以运行的条件的时候 才会把这些进程给换入内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把这个进程相关的所有的数据都全部换出外存 PCB还是会驻留在内存当中 那这是这三种技术 在数据力度方面的一些不同点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他们是否对程序员透明 覆盖技术对程序员是不透明的 程序员需要自己来指明哪些段是属于覆盖段 就是应该放在覆盖区 而哪些段应该放在固定区 并且这个覆盖区里的程序的换入换出 其实也需要由程序员在程序当中进行控制 所以覆盖技术其实是一个程序员自助的一种技术 并没有操作系统的帮助 它对程序员是不透明的 而虚拟存储技术对程序员是透明的 像页势管理当中 分页和页面的调入调出 这些都是由操作系统全权负责 程序员不需要关心 早期的段式存储是要由程序员自己指明段 比如说像用汇编语言写的一些程序 就需要由程序员自己来指明段 但是如果使用的是像C语言之类的 这些高级语言的话 那么分段的过程是由编译器来自动完成的 程序员也不需要关心 所以我们说虚拟存储技术 它对程序员是透明的 那交换技术同样是对程序员透明 操作系统作为整个系统的管理者 只有他才知道 现在系统当中各个进程的 整体的一个运行情况 只有操作系统才能知道 此时是否需要把进程换出 或者什么时候该把进程换入 所以进程的换入换出 是由操作系统来负责 程序员不需要关心 因此交换技术也是对程序员透明的 好的 那么这道题已经结束 我突然说这道题是什么 中文字幕 李宗盛